关于你挑的第二个问题 在这里我要回应 今天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 这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近期美国和民进党当局加紧勾连 频繁制造事端 无论是以台制华还是挟洋自重 这都是痴心妄想 注定是死路一条 玩活着避自焚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一切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